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8月初 星期日 香港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就喜歡買樓 很熱衝去炒樓 買樓 投資 在鑽頭身上 以往 有聽到我們的朋友也知道 我自己本身 很多年前 提出了一個概念 劉本衛 但是 劉本衛的概念 就有一個很先出的條件 就是要政治穩定 當然這個情況 香港已經不再出現 所以劉本衛 在2019年的7月21日 7.21 宣告 死亡 但是 我們 覺得這個政府是不堪的政府 是一個不義的政府 是一個 出賣人民的政府 甚至乎是一個屠夫政權 這個屠夫政權 當然他有勇等的嘛 勇等 不覺得是甚麼問題 所以 我們會看到很多政府高官 很多藍絲 很多 有錢的人 親政府的人 會買很多物業 因為他們覺得信政府 他們覺得香港沒事 沒問題 當然我們不同意 政府高官也有很多 專門買樓的 包括 以前被封為紐和 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他專門買物業 買了很多 也有很多是豪宅 根據2020年 張建宗的利益申報 他持有9個物業 大部分 有 他老婆的名義持有 他們兩夫妻對豪宅情有獨鍾 包括中本山家庫麗園 北角Diva 天候成龍國的單位 當時傳媒估計 市值1億5千萬 家庫麗園看他在哪邊 如果向維港的 2千多呎也值8、9千萬 向旁邊的兩個單位也值5、6千萬 但是 樓黃的地位 被另一位更加多樓的人 取代了 原來 現在 最近確診 的樓後來的 為甚麼 這位高官就是 環境及生態局常任秘書長 兼任環境保護處處長的謝小華 他申報 自有18個工商 住宅物業 十八個 還有九個車位 大佬家 買了那麼多物業 據報 謝小華 申報的物業 以及車位 包括九個位於 港島的住宅物業 五個在九龍的住宅物業 一個在新界的工業單位 一個港島的商業單位 一個在大陸的商業單位 一個英國住宅 英國的住宅 是在收租的 很厲害 另外 謝小華 還在九龍和港島分別 有三個車位 以及六個 港島有三個 九龍六個車位 其中的部分物業 謝小華是跟家人共同持有的 網上資料 上任秘書長每個月的人工是227400元 20多萬 買多少房子也行 跟大家 詳細說一下香港人買房子 這個心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口備頻道 月費贊助 連同常任秘書長 以及紀律部隊首長 共共17個官員的利益申報 可以被公眾查閱 除了謝小華有投資大陸的物業之外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劉俊傑 也有 買了本地物業 在中山和珠海橫琴有兩個住宅單位 然後特首辦的常備 鄭忠偉 在廣東也有一個住宅物業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的通告 指定政府公務員需要申報香港和本港以外持有物業和投資 按其職位分為兩類 第一層職位是指架構裏面的主要職位 包括政務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 律政司司長 各國局長 警務處處長 廉政專員 入境事務處處長 海關關長 審計處處長 這是23個主要官員的職位 以及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以及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主任 這兩個職位都是要申報的 這是第一層 主要官員 屬於第一層職位的高官 需要規定要申報的 就是地產 房產包括自住物業和收租 如果有開公司 公司的公主 合伙人或董事身份 或者任何上市公司 公告或私人公司發出股本 1%以上的股權 就要公佈了 當然 買兩手匯豐就不需要 申報配偶職業 以及 每年申報投資之外 期間進行任何相等於或超過20萬個月的單次投資 交易 包括 貨幣 即是外幣 都需要在交易之後7天內申報 超過20萬 即是你每次換10萬元外幣是不用的 即是換2萬元美金 那你就不用啦 你每天換一次 那就不用啦 如果一天換超過 20萬港幣的 即是相等於20萬港幣 就要申報的 不過這樣也有法律啦 剛才我們說了 你每天換2萬元美金就沒有人知道 好 跟大家繼續分析一下 香港人 其實 真是很熱衷於買樓 這個現象 不只是高官的 高官更加喜歡 公務員高官其實是香港樓市的重要支柱 因為他們收入穩定 而且借錢 別人看到他們是很容易批的 以往別人看到這些公務員高官買樓 說好像蜜糖一樣 因為那個是鐵飯館來的 你不會沒有錢供樓 所以是實借的 當時 據說陳方安心買樓 也得到恆生銀行的照顧 借九成按揭 給他很多優惠 很低息 因為你一定可以還的嘛 你這麼高薪金 幾十萬個月 一定可以供得到的 但是 但是 我們在香港19年 支持我們也是這樣看 我們也認為樓市 是很穩陣的 因為香港經濟 穩定 政治 穩定 保護私有財產 但是這件事 在721 831 以及港區國安法之後 徹底打破了 721 已經是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政治已經不穩定 但是還沒有去到侵犯私有財產 因為 這件事還沒有去到很明顯 純粹是香港政府勾結黑社會出來打示威者 但是 到了 這個 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 香港 是徹底成為中國一個城市 而且 他的黨大於法 香港人 隨時都可以被人家政治檢控 政治檢控之餘 封鎖你的財政 封鎖你的銀行戶口 然後可能凍結你的財產 你的資產 不再是屬於你 我們看到 黎智英 他的所有財產被凍結 大家想想 一早如果他離開香港 以他的身家 以他的人物 以他的地位 在海外 成立 或者繼續搞《蘋果日報》 繼續搞《壹傳媒》 他發揮的影響力 一定比現在更好 所以 我們跟大家說 現在在香港的資產 其實 很大機會 將來有機會 不屬於你 所以我們一直都叫大家有樓要賣 在香港有資產要賣 因為 你在香港就會成為人質 人在香港會成為人質 財產在香港會成為人質 所以 一個民意民也牽涉了很多的道理 高官當然不怕買啦 高官買樓 他們也不會被人凍結的 他們最多不做官 但是我們不同 你想著 光復香港也好 你想著 將來有些甚麼要做的 想做多些的 其實你也要撤離香港 就算人不撤離 資產也要撤離 當然人撤離 安全一點 因為 基本上不會被人家抓著痛腳 也不會被人家 當你是人質地看待 我們看到之前很多在香港的朋友 比較出名一點的人 他們不肯離開香港 最重要是黎智英 如果他現在身處海外 他還有龐大的資產 可以 透過他的力量 幫香港人發聲 我們不用搞議會 起碼有人說話 現在沒有了這把聲音 沒有了這個龐大的宣傳 其實現在香港真的很難搞 我們也要跟大家作出一個呼籲 接下來8月31日 主辦單位邀請我們出席 我們也會出席 袁爸爸也會特意飛回來 跟大家分享香港議會 跟大家分享香港議會的情況 831日 也是說共政權是另一個 殘害香港人的鐵證 我們會看到 現在的政府 他完全不用理你香港人 我們 當然要 找一班香港人代表我們 所以我們希望搞一個議會 可以選出 用一個民選的方式 選出一班 代表香港人 可以向全世界 政府 打交道 類似世界維吾爾大會 或者 西藏流亡 流亡政府 類似這樣的 組織 起碼有國際應受 因為單打獨鬥 再不團結起來 香港人的聲音只會越來越弱 以後不要說維吾爾人 羅興亞人也有份 所以 香港議會 是很重要的 當然現在還是籌備工作 中間有很多問題 我們要解決 我們要去討論 到時也希望歡迎大家參加 因為現在在搞網站 網站做好了 大家可以參加 831我們收到主辦單位邀請 我們會出席 袁包包也會來講 就是在Parliament Square 8月31日 星期三來的 傍晚6時至9時 現場那個地方也不錯 就是在西敏寺外面的公園 即是612 今年612倫敦集會的場地 希望到時看到大家 因為放了工之後 大家應該很鬆動 6時應該可以來得到 到時希望大家 多多捧場 在英國的朋友過來支持 謝謝